老家,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就在昨天,邻居家要在老家建新房子 一声不吭的,招呼都没打 把我家的一栋泥土房给拆了 刚才找到他家呀,还强词夺理 说我家这样的房子根本没用了 说赔我家100块钱就算了 当然了,100块钱我就没有要 这个邻居之前还欺负过我爸妈 现在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样的事情,大家帮忙看一下要怎么样处理 大家看一下,邻居家现在非常有钱了 就是要在我们村里建两栋房子 这边一块非常大的地 在这边要建一栋 然后他家两兄弟,那边还要建一栋 然后中间就是我家一块地了 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这边 这边我家种了有我们当地叫乌高的植物 然后旁边我家一栋老房子 大家看到没有,就这边 现在当然被拆掉了,看不到了 为什么他家要拆这个房子 不从中间过去,一声招呼都没到 他就说我家这栋房子根本没用了 他家就是要从这边过去 然后把我家这个,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房子的这个泥土 还有一些石头 全部搬过那边去了 用来垫那个鸡脚了 大家过去看一下 像这样的情况要怎么样处理 这个角度大家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我家的泥土房之前 就在这个位置 用来以前放农作物之类的 用这个核霸的石头 然后泥砖建起来的 大家看到没有 那边还有一点没拆掉的 然后把这些石头 还有泥土 都往那边 用来垫大家的这个鸡脚了 就是建房子的 然后这边好像还通车了 这边来过车一样 从这边经过 拉拉这个泥土过来 大家又就是要在这边 弄个面积 拿来建房子 那台挖鸡 又是隔壁村一个老乡的 我也找过那个挖鸡师傅 他说我家这个房子 也是没有用了 是不是真的就这样赔100块钱 就这样子算了 个人感觉 邻居家太欺负人了 过去跟我家有过矛盾 经常欺负我爸 然后现在感觉又在欺负我一样了 虽然他家非常有钱 但是我感觉 就像欺负我一样 大家像这样的情况 大家要怎样处理 帮忙给点意见